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她根本尽不到做丈夫的责任 她总让我改变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32岁来自内蒙古宫人 女嘉宾张女士33岁来自黑龙江宫人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婚前婚后大变样 对吧 是这样的 主持人 婚前她追求我的时候确实是很殷勤的 包括就是有一次 就是只是很随意地说一句 我说女生宿舍管的就是严 想出去吃个宴 宵夜都吃不了 然后她就走心了 冬天大心安岭 大晚上多冷了 然后她就跑出去 大概三里多路 从校外给我买了一份宵夜回来 我当时特别震撼 我说这不是标准的暖男吗 当时是发自内心做的吧 那肯定能 追求的时候都这样吧 讲一件婚后让你失望的事 婚后有一回我那个跟她说 我说难受 她找工作嘛 然后她说那个 那你还得帮我就是看工作什么的 然后非要拽着我去 结果那天呢 就是感觉上天气特别冷 还下着雪 她就绕我在那儿 就一直等着她 等着她 后来我在那儿等了几个小时 一开始看工作的时候 看工作的时候为啥呀 咱俩都是为了以后的打算嘛 咱俩一块去看 要是行的话咱俩都去呗 不是考虑咱俩的事吗 那不能关我看吧 但是我都说了 我明天确实是不习 我不想去 那你非得拽上我 而且后来都已经把我冻病了 我到现在都有后遗症 一到换季就咳嗽 在追求我的时候 我要吃饭 你能冒雪给我送饭 我成为了你的媳妇之后 你居然在雪地当中 让我被风雪打透身体 是吧 这个对比很强烈 还有画面感 我们再说第二件 她婚前是怎么对您好的 婚前的时候已经要实习了 实习的地方离我们学校很远嘛 有一天我说难受 肚子疼 然后宿舍的红糖水也喝完了 其实真的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她呢就把工作都放下了 各意跑到学校去 我就觉得就是能千里迢迢 跑到我们学校 就觉得她这个人就是诚意很足嘛 是真心吧 是真心 没有真心做不出来这个举动的 婚后呢 婚后现在就是甩手掌柜一样 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吧 我说家里这个灯泡坏了 你把这个灯泡修了是不是 结果等我下了班回来 我发现那个灯还是坏的 然后她就坐在那打游戏 那个东西怎么修 修完之后还有换换新的吧 你分手就给干什么呀 那你倒是买个新的回来呀 然后你稀罕 我上班了吗 那我忘了 那还不能忘了吗 第二天再说呗 但是你婚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看啊 婚前想喝红糖水 从单位冒雨冒雪出来 我都能送 婚后了到了家里 不过是换个灯泡的举手之劳 这事我不干了 为什么呀 那忙忘了吗 对对 忘了是个理由 那问题 我们再举一件事 婚前呢怎么对你好的 婚前她就是说到做到的一个人 我跟她说 我最痛恨男人不正业 我说不想看见打游戏 然后她就真的 就把游戏给借了 而且把她以前的游戏账号的 所有东西都卖了 给我买耳钉 我到现在还留着那副耳钉 但是婚后呢 她就会说什么 哎呀那个 我过年了 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哎呀或者是那个 我这段时间没事干 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就开始违反她的那些约定 你说吧 工作90%都是男同志 也不能见见面 那啥不说吧 聊聊车 玩玩游戏 再说有点自己小乐趣 也没什么吧 这很正常 你们就只能玩这个吗 你们就只能说那个聊这个了吗 再说我生气的点 也不是说你玩的游戏 她生气的点是说 你追我的时候 你把游戏戒了 怎么你成为我老公 你又打上了 是这个吗 她说到就不能做到了 知道我最偷恨说到做不到了 好 再举一件事 其实婚前的时候 她特意为了我 她放弃老家一份 就是她明明很想当警察 老家那个时候 如果要是她面世 很有可能会成功的 可能可以圆她一个警察梦 但是她呢 就觉着业绩嘛 害怕那个时候 就是如果她回了老家 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所以她特地 放弃了老家这份 她特别钟爱的这个机会 跑到我的老家陪我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 很感动的地方 为了爱情放弃了梦想 后悔不 不后悔 现在不后悔是吧 好样的 婚后呢 婚后整个人 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之前我嫁给她的时候 就是我婚嘛 然后当时我就图她对我好 房子 车子 什么彩礼 什么三斤 什么都没要 然后但是婚后呢 我说咱们两个 也不能那个 没有自己的家嘛 我就说怎么能不能 就是说租个房子 或者是买个房子 但是她什么事情 她都不操心 然后最后还是我去看 我天天上着夜班 然后白天我还要去筛房子 全市的房子挨个去筛 去跟人家讲价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直到我交定金的那天 她才去说 我房子还没看过呢 我还是去看一看吧 不是 那时候情况 你也不知道 你上夜班 我上白班 等我下班了 你上哪儿看去 我看都没地方看 那你还有个导班的时间 你也有放假的时间 你到时陪陪我帮帮我呀 那最后拍板那时候 我不还跟着去了吗 我觉得买房子 装修 这应该大多数家庭来说 都是男人扛得多一些 那当时时间不准许 那我也没办法 不是时间的问题 你要说时间 我今天上夜班 我白天更没有时间 我还要休息呢 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属于精神特别集中那种 万一休息不好 整不好就弄个残疾 可以理解 刚才你说 因为她对你好 所以你是裸婚嫁给她的是吧 是的 什么都没有要吧 什么都没有要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怎么了 我父亲走得早 就我妈自己一个人 我俩结婚的时候 其实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妈就是也是尽自己所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两个人为了一份爱 为了在一起 其实都做出了各自 最大的一个牺牲和让步 对吗 对女孩来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裸着嫁给你 代表了我的诚意 对男孩来说 我可以放弃梦想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远走塌方 是这意思吧 对 当我们做这些对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很多夫妻都是这样 婚前甜如蜜 婚后好像就被这些日常 给折磨了 简单地做一个对比 就会发现 好像女生心里面 有很多的不爽 对吧 男生实际内心 也有很多的冤屈 对吧 就像我就是没车呀 我们俩就是要找工作 你就应该陪我去啊 我确实是在加班呢 我没有时间白天去陪你看放 你心里也不愉快 对不对 对 好 这是夫妻之间的 婚后我们知道除了夫妻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别提了 我婆婆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圣旨 你像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结婚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三年真的要孩子 那一直不要孩子 我为什么不跟你要孩子呀 你心里没点数嘛 你天天都跟个孩子一样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你根本就不帮我做家务 你像有一会儿你哥们来了 那是你的哥们 你的兄弟 我都没见过 结果最后买菜 洗菜 做菜 一直到菜桌上桌 我叫了你好几次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结果你就在床上看你的小说 不是 你说一般男的 哪有就是没事 老往窗屋 你说的 就是女生的感受很实在 我不能带那么多孩子 什么时候你长大了 什么时候我再 有一个宝宝 让我觉得有点安全感 我嫁给你 我是图一个 有一个人可以客户 我保护我 做一个避风港给我 可是晚上我觉得 我跟你成为一个家了以后 都是我在去担负 一个像 类似于你妈妈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去照顾你 行 我能理解 不着急啊 慢慢说 那你婆婆在你们的 婚姻生活当中 刚才你说到 婆婆的话都是圣旨 是吧 对 婆婆都发布了哪些圣旨啊 我婆婆就说 赶紧要孩子吧 要孩子 然后老话说 那个吃兔子肉 孩子可能会得兔唇嘛 兔子肉不能吃 那不是为你好吗 那你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 你知道这个科学角度 是站不住的 你怎么还向着我婆婆呢 老人你就那啥呗 你就 就那 就是一段时间 那你说海鲜 你知道我 我最爱吃的就是 这样海鲜啊 螃蟹之类的东西 我妈妈那时候 好不容易跟我弄过来的 最新鲜的 结果你 你当时就送人了 我倒一直都 没有见到这个面 我就觉得 为啥送人啊 就是我婆婆说 吃这个对那个什么 看着了 那肯定就是 哎呀 吃这个对那个 备孕不好 寒凉的 对备孕也不好 那你婆婆 没给你开点 什么备孕的 什么灵丹妙药什么的 我婆婆一个 就是催她嘛 说那个 你快带着媳妇 去那个某某医院 或者是某某大夫 听说那话可怜了 就是就喝点重药 都怎么了 你那药 是不是喝完 都给我喝的 都直吐哦 这个光为生孩子 这个婆婆吃 要管 要要管 她就是始终都是 就是把婆婆的 这种话吧 就是特别当回事 而且她也知道 我们两个 不是说身体 不是 你咱俩现在 都这个岁份了 你就再往上 就大龄产妇了 你说到时候 生孩子有危险 怎么办 早晚得要孩子 是不是啊 那你现在 蹭蹭往后 那你怎么 怎么怀孩子啊 我养你一个 已经够费劲的了 你为什么老说养她 就觉得她天天 就跟个孩子 一样一样的 然后还得我 我管着她 就包括 她可能感冒 或者什么 她都不会想着 我自己该吃药了 怎么样 都要去我照顾她 有的时候 她就是饭驴 我还得哄着她 还有就是 她的同事结婚 我都要去帮她 提前准备好 什么随份子的钱 她的服装 什么的 没必要嘛 就关系一般的人 就随个份子拉倒你 那所有人 不都从关系一般 慢慢起来的吗 再说 那你们那么多同事都在呢 我不就是想着 你去了以后 跟其他同事 没必要 你都给她准备好了 她也不穿 对 她就说我不去 你要去你去吧 还挺任性 哪年结的婚 一五年 几月几号 二月九号 对吗 是那天领的账 所以你们结婚几年了 七年了 没孩子急不急 肯定着急啊 那你为啥不长大 我得慢慢学 我不是说 一下子就 我什么都会啊 对啊 所以人家慢慢地 也是学嘛 人家没法生娃嘛 你学什么呀 你根本你就没尽力 不是 那你 以前我跟我 我跟我的闺蜜说 我说这个人啊 结了婚以后 酱油瓶子倒了 都不知道服一下 后来她听到这话了 好吗 酱油瓶子倒了 知道服了 醋瓶子倒了 不知道服了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我也是一点来的 对不对 不是说一下子 全都那什么 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速度 你现在这个进度 跟你婚前的那个状态 以前那个时候 都不用我告诉你 酱油瓶子倒了 该服了 或者怎么样了 以前你是自己知道 去做的 我妈妈住院那一会儿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家人 对你那么高的认识 我妈妈住院那一会儿的时候 安全马后地伺候着 我妈就随便说 你要吃什么东西 你就赶跑大到远 去给她买回来 那时候就眼里见了 现在怎么就看不到了呢 所以女生 好像当这个男人 把你娶回家之后 一个大男人 变成了一个小小孩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 我就觉得我被骗了 那你跟她谈过吗 我跟她说了 说了无数次了 我现在连嫁都懒得 跟她吵了 我就觉得 已经所有的事情 都跟她说过了 然后她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在现实生活里面 对这种实在忍不了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没有啊 我跟她提过离婚 我也那个写了离婚协议 放在她面前 她一看我是下争格的 结果她就把我的手机里的钱 都给我转走了 把我钱包 还有我的钱 还有我的身份证 包括俩结婚证 她都给藏起来了 不是 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 你多极端呢 那到时候你就一走 那我是人真正 找不到哪儿去了 那你就不能改一改吗 我不是这厉害啊 你就是能拿到以前 态度的一半 我都能放心 把孩子给你生下来 我发脾气的时候 她当时就会说 我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吧 然后写下很多什么保证书 现在保证书 这么厚一达子 放在家里 就反反复复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问问 大概按照您的描述 这个男生就是在结婚之后 变懒了是吧 是 就甩手掌柜 就在家就什么都等现成了 那除了她变懒了之外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 让你不满意的 其他都还好吧 但是婆婆对她说的一些话 她都太在意了 有的是我觉得有点问题啊 凡是之前一段时间 我妈那边着急买的东西 我那边正忙着呢 我现在 你现在你那儿没什么事 你去给网购一下子 给游回去得了吧 打电话不接 你说的情歌 你说的情歌 你光知道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我不接电话 我就因为老接你电话 老接你电话 后来领导都找我了 领导把我好顿说 光用你有工作 我就没有工作嘛 那你不 那你不挣多少钱 我不挣多少钱 这是我的工作 再说 就是让你买个东西 有那么费心的 我那边是忙不开 没办法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你们俩现在 这个婚姻里面的 各自的感受是什么 女生是累 对吗 特别累 那你呢 我最受不了就是她冷暴力 一句话不跟我说 我就已经快崩溃了 快炸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我刚才说的都说给你了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想知道 夫妻双方的坐席时间 早上去上班是吧 是的 中午回家吗 不回去 晚上回家 是 谁做饭 我做呗 吃完饭到几点 吃完饭有时候七点多钟 有的最晚的时候 九点来钟 谁洗碗 都是我吗 晚饭之后的时间 怎么度过 我会想着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就想跟她聊天 分享我今天上班时间 发生的事情 好玩的 或者是有些地方 让我觉得不开心的 我都想跟她分享 可是她 我忙一天 那我手机放在这儿 看看电视剧 看看资讯 我 那也不可能 我放松一个方式啊 所以说吃饭的时候 她想跟你聊天 你在看手机 是还是不是 对 好 吃完饭之后呢 吃完饭之后我洗碗 然后她就在那儿打游戏 打到她困了 她就直接睡了 也不全是啊 反正就是每天 可能发生事不多 说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偶尔也是说的 你很少跟我聊天 所以说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先生在家里面 回来的状态 基本上面是 手机比较亲 妻子比较远 他每天是手机不离身的 他连上厕所都必须带着手机 你是不是觉得 结了婚就成我老婆 所以我不用再努力了 也是要在乎 你看我们好多跟起来 都是婚后的 下班之后 出去喝酒啊 出去玩 我又没怎么样 我就是回去了 我就玩我手机 你没干什么 这不很正常吗 你为什么非得跟那些 出去玩的比 好 接着还想问 一直刻意不给她生孩子 是还是不是 是 真急还是假急 真急 我很奇怪 你追她的时候 不就想把她追到手吗 对吧 所以你用了一些方式吗 你同样可以用 同样的方式 让她生娃啊 为啥不用了呢 我觉得没 没太大问题 其实我来这之间 我今天 好 女生刚才说过 有过离婚的想法 把离婚协议书也写好了 但是男生 把你手机里的钱都转走了 藏匿了所有的证件 是 后来呢 后来就是她只能说 当时安抚我的情绪 说我错了 怎么怎么样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就只能说 哎呀 看你这个态度吧 以后要真变好了 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毕竟咱俩已经十多年的感情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觉得 我对她已经人至义尽了 如果说她要是能改一改的话 我不是不喜欢孩子 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所以女生今天是来 下最后通牒的是吧 是的主持人 委屈吗 有呀 你是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 对不对 就算有问题没太大问题啊 你们的母亲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婆婆 偶尔来 妈妈知道你们现在的婚姻现状吗 没说 那你们的母亲 怎么看待你们不要孩子的这件事情 那肯定要完 这多少年了 我们跟双方的父母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我们之间有任何的矛盾 在父母面前 从来都是恩爱的小两口 然后至于要不要孩子这一块 现在包括我妈妈在内 都认为 是不是我俩谁的身体出了问题 所以我的问题也来了 是由谁的身体出了问题吗 没有 就真理上具备生宝宝的所有能力 是的 但是女生说 这种状态我不能忍受 生了宝宝我更暗无天日了是吧 是 很难吗 做那些事 我就觉得 我没什么太大错啊 我 你唯一的错就是在婚后躺平了 所以人家现在提出说 你要不改 我就要走 你是个什么态度 肯定不是不希望要走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想要生孩子啊 人都要跑了 你还要想生孩子 你真行 来吧各位老师 看看这对夫妻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恋 确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刻意的把自己阳光的一面展现给恋爱对象 目的是什么 为了获得女友的方心 我直言我也做过 但是你的极致在于 在婚前 酣畅淋漓 结果 婚后 他越来越失望 我不说其他 男人一言九鼎 在婚前是你主动戒掉了游戏 在婚后变本加厉 尤其是你不但不管这个家 更多的是没有成长 他看不到希望 而且你母亲的那个事是很好化解的 两面哄啊 你不会哄啊 以前你多会哄啊 大雪天送饭 宿舍送红糖水 为什么不把以前的心思用到今天呢 结婚七年 有多少张的保身书了 没数很厚一答 好好留着 其实他不笨哪 你看 面对可能的离婚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转临财产 你还有爱 你的自私一览无语 如果说 问题不化解 接下来 可能面临的就是离婚 谢谢你 看得出来 男方在婚前 做了很多让女方感动的事情 但是我们感觉到他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有条件 有目的的 你可以在婚前 为了得到 女方对你的认可 接受你的感情 可以 千里迢迢送红糖 半夜翻墙买宵夜 可是你得到之后 你珍惜了吗 七年 这七年的婚姻 是需要你用心去经营的 爱 是付出 不是索取 如果在婚姻当中 一方只是一味的索取 而另外一方不停的付出 再深的爱 也会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那真是 言听计从 妈保难 回家就把手机玩 家务都是妻子做 丈夫甩手 欺心寒 钢铁直男不懂爱 再不改正 家要赛 悬崖之境要乐马 浪子回头 金不坏 你觉得他的性格本质是什么 当时真的觉得他就是 卵男 你对于这个东西理解有错 他一站上来 大概在五分钟左右时间 基本上就能总结出来了 他性格本质就轴嘛 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他要追你的时候 他会拼命去做 拼命去做 拼命去做 听他妈的时候 就拼命听 拼命听 他要孩子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我怎么办 才能有孩子 反正我要 要要要 轴嘛 就你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错误 你就总觉得 你追我的时候 你做那么多事情 所以你是一个勤快的人 错了 太对了 对啊 所以你看 就是你对于他的整个 性格的判断失误 导致了你现在 一个巨大的性格落差 如果你心态放平衡一点 你说 就是在正常老公中比 他其实也不坏 至少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就不做家务嘛 对对对是 所以你看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落差很大 你只要把别人追求你的时候 当成一种病态 追完之后当成一种常态 就好了 之前他追你的时候 他得病了 现在病治好了 病治好了 你一看 还行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恶习 对不对 心态放平一点 我觉得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但是啊 我认为你不生孩子的想法是正确的 他现在确实没有到生孩子的时候 你别 别我一说不生孩子 你马上就开始斑脸了 生不生孩子 谁决定 两个人 错了 怎么会两个人 就他决定 你凭什么决定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 你妈有什么资格参与 你妈最多给个建议 其实你老婆要的真不多 他说来说去 你看就两件事 第一个情感交流 第二个干点家务 你每天回家抽两小时 陪他说说话 或者一边说说话 一边刷刷碗 他都解决了 今天你不想离婚的话 一会儿你好好的给我表表态 你接下来所有的力气和勇气 要用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 你老婆下班回到家 有那么多的家务活要干 白天要工作 晚上干家务活 自己的老公眼睛里还没自己 天天坐在那玩手机 你还指望他肚子里变个娃出来 然后你还按着你妈的那一些偏方 人家爱吃的不让人家吃 人家妈给寄来的东西 你给人家都送人 心情还不好 就是好奇怪 你妈妈为什么偏方 不是给你一个锦囊 你在自己久不怀孕的时候 打开这个锦囊一看 里头就两个字 勤快 你们之间就真的是 没啥大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在婚后 忙着干什么去了 就忙着打游戏 就忙着逼老婆生孩子 老婆该怎么配合你 我就问你 你多不改变一天 你老婆离高龄产妇就进一步 你一点点地害着她 你还觉得这个女人 在剥夺你的生育权了 你还委屈得不行了 你好不好意思啊 就是想让女人生孩子 一定得让女人开心吧 你一定得像怎么追她的一样 亲力亲为吧 玩这个事偏方变不出来的 就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你妈妈说的 所有的话不要听 如果你妈妈告诉你说 勤快请你听 其他的爱好你老婆 之前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 怎么追到她的 现在在发挥自己的主观冷冻性 不要想什么听老人的 你就按自己的来 然后看看明年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喜讯 我真不觉得明年 他们生孩子是一个特好的事 而且我觉得女生到现在为止 不生孩子做得特别特别的对 你需要快速地长大 如果你想做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再抱怨了 你得交 明娜老师给她交两手 就是那个灯泡没换 我也不换 然后过几天了 她还意识不到的话 我就再提醒她 一直到她换了 哇 终于想起来了 家里亮了 然后就通过这种夸赞和引导 逼她慢慢地 把所有的事情 及时地做起来 就不能够你像她妈妈一样 你完全代替了她的妈妈 然后你如果看手机或干嘛的话 那么 那么你就不要再吃我做的饭了 等到你自己不看了的时候 你再过来吃 就跟小时候我们教小朋友是一样的嘛 对呀 就不来吃饭 错过了这一餐就饿你一顿 对呀 就是你不能宠她 她到今天这样跟你宠也有关 你纵容她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她愿意这么去努力 你的妻子愿意这么去努力 是基于一个前提 她还爱着你 她还对你的改变充满希望 同时她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性 这就是离开你 那道理是选择帮助你 一起成长 还是选择离开你 这个完全她会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今天就让你意识到 你人在 不参与这个家的任何活动 其实还不如你人不在 好了 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 在之前我还没认识到我的错误 你在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女生还会出来 男生当然会出来 因为今天可能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是一个契机 一定会双处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快快快 站着 站着 牵着他站过来 你真是什么都要教啊 行了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抱抱 多抱会 嗯 我有个外的 啊 我有个外的一个小东西 啊 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 我妈说 你真是什么都要教 我闹着你 他就意识到 我儿子 都要教你 结婚前她给我的承诺 一个都没有兑现 我真后悔跟她结婚 结婚到现在她的脾气越来越大 她的转变太大了 她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我真的很失望 我在努力为我们的生活打拼 她为什么不能为我着想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34岁来自四川 销售推广 女嘉宾周女士 27岁来自四川代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怀孕了吧 几个月了 五个多月 要不要坐着 嗯 坐下来就 咱们心里也安定一些了 毕竟怀孕五个多月了 结婚多少年 两年多 这是第几个孩子 这是第二个 老大多大呀 老大两岁 你这个倒抓得紧 老大是男孩女孩 女孩 人家怀着孕把人带到这儿来干嘛呀 家庭矛盾感觉就是太大了 因为现在是每天几乎都有可能因为一句话 或者说是一个表情都有可能干起来 行 我们先从相识开始说啊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2018年在场地上班完了之后 就是分到一起嘛 慢慢的就熟悉了 工友对吧 对 当时是不是他追的你啊 追了好久就追到手了 没追多久 本来开始都还是互相有好感嘛 认识了两个多月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没多久 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然后我就很受不了 我都忍不住都流眼泪了 然后后面也经常这样子 我就受不了他的脾气 认识两个多月就跟你发脾气啊 那你还不跑 也没有 因为一次发了脾气 就彻底分手那种 一点机会都不给他那种 我也没跟他闹 也没提这个事 我就自己受委屈 我应该是对他发个脾气 但是因为比如说我跟他商量事 他就是不理我 完了我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是不理我 完了本来是很着急的事情 他就是没反应 所以说我就这种情况下 可能激化了 后来谁提出的结婚呢 谈了一年多之后吧 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够长嘛 就是我又跟他说了嘛 虽然说中途当时 可能有些小矛盾啊 就是像那种吵闹也有 当时我跟他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也没有太过多的反对 后面我就带到家里面 简单的抄奔了婚礼 但是认识了多久就结的婚 一年多是吧 一年多 这个结了婚之后 很快就怀孕了吧应该 对 那日子是不是过得很幸福呢 刚开始还可以吧 但是婚后有孩子当中 可能他也是因为在老家嘛 就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不太适应 就是不太融入我这个家庭 我也想过出去 但是因为他怀孕了嘛 毕竟要是我出去的话 我要上班 他一个人在家里 我又照顾不到他 所以说我就只能把他放在家里面嘛 因为这样的话 我父母可以帮着我照顾嘛 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在 对我很不满 所以就是在怀老大的时候 他出去打工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个 他的家乡 你觉得不适应 对不对 本来刚开始怀孕 就没什么胃口 吃得也不好 天天都是清水煮菜 然后很多时候我也想 要不自己去买点喜欢吃的菜嘛 然后他都不太想我买 叫他买点肉这些 他也不买 所以你当时的心情很不好是吗 就是因为天天吃也吃得不好 脾气就爆发 他爆发的时候他想干嘛呀 有些什么举动吗 他爆发 一般正常就冲着我 不然发火 完了之后就说我这样 说我辣呀 他发火发到最高的时候 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举动 比如说这孩子我不要了 我要怎么着有吗 对经常那样 我要把孩子打掉啊 就是这种 只是说一说是不是 他经常说完了之后 他其实去干过 他本来都到医院去了 完了我的朋友怪我嘛 他说你老婆去把孩子打掉 你什么情况 我才反应过来 所以你妻子怀孕了 不想要这个孩子 在医院要去做人流手术的时候 你是通过朋友指导 拦回来的 好嘛 你们家这老大要的够波折的 后来这孩子顺利生下来了 对吧老大 生下来之后 他的状态好也没有 状态其实挺好 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说 搬出去做 本来我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考虑到 因为我们本来年轻嘛 第一他也什么都不懂 也不会做 孩子也不会带 但是我们父母他们会呀 是吧 所以我说暂时先在家里嘛 让我的父母照顾他一下 你就把孩子带着 你啥也不用干 所以您是在外地打工 把他留给了自己的爸妈照顾 跟公婆在一起 就是带着孩子那个日子好吗 你开心吗 不开心 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肯定很多结婚的 都想单独出去过呀 住在一起 感觉什么都不习惯 在你的心里 你更希望自己跟孩子单独搬出去过 而不是跟公婆在一起 是还是不是 那你会 但是带孩子 也是两个人的责任 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也可以分担一部分 也可以带一带孩子这些 他陪孩子也陪得少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 你对他在外打工这个行为 也觉得不好 他在外面也没好好挣钱 也没挣到什么钱 也没有给我零花钱这样 所以与其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资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应该十三岁了吧 弟弟很小是吧 只有十三岁 那个那我们往两年前推的话 只有十一岁是吧 差不多 你跟弟弟的关系应该不好是吧 他没地方杀气 老是拿我和孩子杀气 经常在屋里搞得鸡飞狗跳的 然后看电视开生意也开很大 经常乱抖我的孩子 然后都哭了 然后他爸妈也不管 感觉就像是他们允许 他这样拿我和孩子杀气 就是你会在那儿感觉是孤立无援的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想 我觉得明显是故意的 他这样 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在家里的一个年轻的妈妈 带着一个小孩 小宝宝 小宝贝 小婴儿 家里面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叔子 那是一个不懂事 正调皮的一个男孩 再加上公婆 那个家里面那个喧闹的程度 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可以想象的 搬出来不就完了吗 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 因为小孩子小嘛 主要是他带不了那个孩子 他的孩子的方式就不管他 放在床上要不哭 有的是经常哭他都不管 他就自己玩手机 反正我是看不下去的 我的父母其实也知道 不是看不下去你待啊 我在的话我就待 但是我没在 比如说我不可能一直带孩子 我要上班了 所以后来你们到底是搬出来 还是没搬出来呢 后来搬出来了 搬出来是跟孩子一起搬出来 只是你们俩搬出来 是我们俩 因为我觉得毛利 孩子呢 孩子现在是我父母带 哦 你们把孩子就丢给了父母 然后你们俩搬出来了 是这意思吗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一岁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你们共同做的吗 是因为我带了一年的孩子 他也从来不给零花钱 我也没经济来源 然后我就想出去挣钱 给自己挣点零花钱这样 以后也不用愁没钱用这些嘛 是您要求出去打工 所以先生给你找了个活 是吧 您把孩子放在婆婆家 公公婆婆家 又公公婆婆来带 是你们夫妻共同商量好的 是还是不是 是 那孩子那么小 你舍得把孩子就放在那儿 就走了 刚开始出去 可能电视里面也很难过 也不开心 他呢 他当时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还天天跟我发脾气 乱骂我 我经常都是忍气吞声 我忍得还少一样 那他带你去出去打工 给你介绍了个什么工作呢 就是一个服装厂嘛 然后很苦很累 工资又不高 经常要上夜班 做了一段时间 我都不想做了嘛 然后还劝我继续做 做没做后来 后面勉强再坚持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就没有做了 为这个事儿有没有争吵过 经常争吵 他也也不体谅我 好 那 为什么还要再生老二呢 老大都这样了 日子过得这么糟糕 都在争吵为什么 这个 这个真的是个意外 没有 没有在计划之中的 那你们下面怎么面对这个 这个孩子呢 既然有了肯定要啊 好吧 再难就要 行 你要坚持啊 来帮我们描述一下 你心目当中 现在这个男人 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觉得 对他和婚姻很失望 我觉得这些年 自己就像个提款机一样 一直在付出 都是自己的积蓄 在补贴家用 然后他挣的钱 也没给我孩子用 也没看到他挣的钱去哪儿了 也不关心我和孩子 陪我和孩子很少 听懂了 你们婚后一直 还拿你的钱在补贴 你的这个钱从哪儿来的 以前的积蓄 在花你的积蓄啊 你的钱呢 其实他说的 只能说是一部分 大部分还是我 因为包括小孩子 衣服类 也包括比如说其他的 都是我 包括我们自己出去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 只能说他感觉 我的少一点 这位男人嘛 什么钱都应该我出 他可能是这个想法 其实 你大概觉得自己 补贴了这个家里 多少钱了 几万呢 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正常上班 也就几万块钱一年 那你上班上的正常吗 也不是很正常 所以你挣不到 几万块钱是吧 最近几年是的 所以那就最近几年 不就是他在补贴吗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吧 行了 那我明白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近几年嘛 因为一直结婚之后 就是矛盾是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几乎是每天 就是因为这个方便便 就是每天吵 每天吵 有可能就因为一句话 一个表情就可以干很久 其实我是不希望这样的 但是他是老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今天就是想来 这个问题能不能 就是不要那么 本来是这样很小的事情 你是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妻子脾气这么暴 我有没有办法让她脾气不要那么暴 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他想来的问题 所以你就陪他来了 你回答我三个问题 你觉得嫁给他幸福吗 肯定不幸福 你觉得嫁给他后悔吗 第二个问题 一直都后悔 第三个问题 生完二宝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还没有规划太清晨这些 现在就过一天四几天 婚下去是吧 你觉得在婚姻当中 是他脾气大还是你脾气大 他脾气大 是他责任大还是你责任大 这一开始都是他脾气不好 还说我脾气不好 好 明白了 行了 各位老师 一个稀里糊涂的丈夫 马上要做二宝的父亲了 他说我老婆脾气那么大 我可该怎么办 来 你们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夫妻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值得托付 并不是看他怎么说 关键是要看他怎么做 今天我更多看到妻子眼里 更多的是失望 甚至是痛苦 这一切 你难辞其咎 当年他怀大宝的时候 怀孕期间像吃点肉都没得吃 是你真的买不起呢 还是你忽视了 他一气之下 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我可以理解 他当时的失望和痛苦 有了孩子以后 你把妻子 孩子 扔给自己的父母 以自己外出打工赚钱为有 结果妻子也看不到他多少钱 现在好 我自己的婚礼物 他们就想去洗澡 我一切获得 我坐在买 我自己的良好 我自己的婚礼物 我去买 我自己的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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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自己的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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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在我眼里面 他就是这个样子 改不了的 这种人永远改不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命会不好 是因为你在该选择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去选 你24岁 2018年和他认识谈恋爱 到现在四年的时间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有很多次可以选择的机会 甚至于你都到了医院了 你都没有选 你一直在被这个生活推着走 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命 错了 是因为 你没有勇气 是因为在这个整一个四年的过程 我愿 stata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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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老大能培养读大学的话 你到老大当地所在的这一个城市里头 无论你打个什么工 你的孩子带你进入一个新的圈层 这一个圈层可能是一些知识分子 可能是一些有固定稳定工作的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长的方向 短的方向是好好带好我目前生的这个小娃 我把她大概带到一个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也把她交还给老家 你出去做月扫 因为我有了养两个孩子的经验 我至少可以出去去学 做育婴师 做月扫 辛苦是辛苦了一点 但我挣的钱够了 我挣的钱可以养活我的两个孩子 一旦独立的时候 就必须要离婚 再把两个孩子要到你身边 但摆在你面前的 不是靠再嫁人来改变人生 而是靠技能 或者靠孩子 靠技能听明白 一定是得靠自己怀孕的经验 育婴的经验 让自己从24岁的小女孩 27岁的小女人 变成我是成熟的 有生育经验 育儿经验的母亲 只有成熟了 并且技能足够了 再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训了 你才能改变命运 你的丈夫无药可救了 请自救 记住两个要点就行了 第一个要点 把这次生育当成一次学习 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生育过程当中的所有知识 这样孩子到两岁的时候 你就具备了一个做 育儿嫂也好 还是育儿嫂也好 一个全技能 而这个职业 这样的技能 能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帮助你来养两个孩子 对吧 这是第一点嘛 第二点 离开他 跟他做剥离 不要对这个人抱有希望 其实谈到两个多月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人脾气不好 为什么不离开 错误的觉得 有了婚姻就进了保险箱了 我的人生就保险了 保险吗 一塌糊涂了 现在有很多女性认为 生活有一条捷径 这个捷径叫嫁人 叫婚姻 如果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我觉得就很危险 因此米娜老师给出了第二个角度 你的人生千万不要用嫁人来做改变 而是要独立地去生活 至于您啊 有点良心的话 在她的孕期 就不要再惹怒她 给她弃声 给她弃瘦 有点良心的话 看在两个娃的面子上 请对你的妻子好一点 其他没什么好说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天 老婆可能是我的脾气不好 我应该给你道歉 对不起请你原谅 以后的话 我肯定会尽量的克制一点 不让你生气吧 这个是要靠事实证明的 你现在说光说 光靠嘴说有什么用啊 你这个 已经成型了 很多都是改不掉的 心里面只为自己着想 也没有 多想我和孩子这些 以后会的 怎么用试证证明吧 以后真的不会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鬼话 谢谢两位请回 请回 慢一点 慢一点 从这边走 这边 这边慢一点 慢一点 请关门 波红兄 来预测一下 结局 这个男人肯定会出来 妻子 今天肯定醒悟 不会出来 今天的场上可能还是双出 但是我希望 今天的这一场经历 会是这位女士 人生觉醒的开始 今天这个事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把结婚 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希望这个姑娘 真的不要再出来 千万别出来 不能出来 好好生孩子 远离这个男人 来吧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egin 选持 拍摄了被有点担心 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